看似让人省心的尤琪 才是整部剧中最不省心的人 和月鸾是尤琪的初恋 尤琪温婉优雅 成绩优异 在大学期间是很多男孩心目中的理想女友 但是尤琪却看上了一穷二白 相貌平平的和月鸾 和月鸾追求尤琪的方式与众不同 她常常在尤琪的楼下等她 风雨无阻 和月鸾的早饭永远不会迟到 大学毕业 和月鸾成绩出色 被保纵出国 她在国外安定后第一件事 就是想把尤琪接过去 尤琪大学毕业后一直未工作 静静待在和月鸾身边 成了一来伸手 反来张口的大小姐 和月鸾也乐此不疲地迁就着尤琪 宁萌还曾羡慕尤琪太幸运 遇见了这么爱她 愿意为她付出一切的人 可没想到 和月鸾早已变了心 背叛了这份十五年的感情 尤琪家庭条件优越 从小被父母娇生惯养 尤琪父母并不认同 从乡下来的和月鸾 尤琪为此还大闹一场 差点与家人断绝关系 最后见女儿尤琪坚持与和月鸾在一起 和月鸾看起来也善良厚道 无奈妥协 对于和月鸾来说 能和尤琪在一起已经是莫大的幸运 和月鸾在尤琪面前很卑微 从不敢挑尤琪的毛病 尤琪与和月鸾相濡以沫十五年 心安理得享受着和月鸾给她的一切 天真的以为 他们两人的关系只差一张 结婚证 劳不可破 没想到和月鸾回国后 她的真面目浮出了水面 和月鸾回国后成为人和保险的执行总裁 枝头麻雀摇身一变成凤凰 她努力拼搏终于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尤琪已经习惯了和月鸾为她安排好一切 给她零花钱买礼物 闺蜜柠檬曾多次 劝说尤琪独立 不能总围着和月鸾转 被尤琪拒绝了 陆基明得知和月鸾是尤琪的男友 就想让宁萌帮忙搭线和和月鸾认识 以便后期有合作的空间 这也是宁萌第一次主动找尤琪帮忙 和月鸾看在尤琪的面子上 答应了这场会面 并且友好的表示 会与陆基明合作 此时的陆基明随着父亲的投资失利 自己公司为了补窟窿 面临着破产的危机 和月鸾就是陆基明的救命稻草 如果两人合作成功 陆基明的公司就有救了 没想到和月鸾表面上答应了 背后去与其他公司合作 最后导致陆基明申请破产 尤琪为此还与和月鸾大闹了一场 和月鸾的做事风格让他受不了 如果一开始不合作 就直接了当告诉人家 为什么要给陆基明和宁萌希望 不仅失了信誉 甚至还会丢了情分 和月鸾已经不是当年那个 善良踏实的男孩了 身上多了虚荣感和铜臭味 尤琪越来越看不懂他 和月鸾觉得尤琪能如此指责自己 并没有看得起自己 永远对自己趾高气扬 从来不问自己 为什么不与陆基明合作 从未尊重过自己 总是以自我为中心 自尊心受挫的和月鸾 遇到了全儒儒 他拯救了和月鸾 全儒儒可以无限满足和月鸾 全儒儒就是高配版尤琪 这是宁萌第一次见全儒儒的印象 全儒儒虽然没有什么变化 却非常会哄人 在和月鸾面前轻声细语 并且告诉和月鸾 他不需要任何名分 只需要陪在和月鸾身边就足够了 接下来全儒儒的一个动作 成功俘获了和月鸾的心 全儒儒做了一桌海鲜 和月鸾习惯性地去为对方包虾 全儒儒按住和月鸾的手 对和月鸾说 这些事情应该我来做 已经很辛苦了 和月鸾从未在尤琪嘴里 听见过这一句话 和月鸾总会把饭做好 送到尤琪面前 而尤琪也从未主动帮他包裹虾 和月鸾很久没有享受过 被人敬仰的感觉了 尤琪的自傲 让他渐渐失去了 对待这份感情的耐心 全儒儒告诉和月鸾怀孕了 和月鸾立即向尤琪提出了分手 扭头给全儒儒买了一套别墅 尤琪跟着和月鸾这么多年 如今还住在出租屋里 不得不说和月鸾的凉薄 伤害了尤琪 全儒儒的出现 弥补了和月鸾 在上一段感情中的伤害 尤琪与和月鸾分手后 选择了跳崖自杀 其实并非尤琪不想生孩子 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尤琪怀孕过 因为年纪太小 和月鸾让尤琪流产 导致尤琪终生不育 全儒儒也并非喜欢和月鸾 只是敌对公司送过来的一枚棋子 而全儒儒肚子里的孩子 是和月鸾公司里米律师的 到头来和月鸾一无所有 还因为私下吃回扣 被判刑 当他得知真相后 为时已晚 尤琪的无理取闹 是建立在 对和月鸾充分信任的基础上 他才会肆意地 在和月鸾面前展现孩子气 和月鸾和尤琪这对情侣 以悲剧收场 让人心痛不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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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